缅甸战况第六十世纪 今天是12月9日星期五 今天军方被消灭了32人 昨天开始似乎PDF人民国防军就大面积在调整 一些部队的新的番号和编制 已经能够在一些地方部队上看到了 自从AOG国防部长宣布 部队加速了各项的准备工作 为接下来的大仗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今天缅甸AOG新闻播报 AOG联合国大使物交民通继续留任 欧盟也欢迎AOG联络部长参加了欧盟的会议 AOG也同时宣布 军方旗下的商业集团最大的集团叫500公司 是军方的主要的经济支柱 他们在明里暗里都支持军方镇压民众 这部分公司的财产将全部被没收 并且也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 当然军方不会乖乖投降 会联合他们的团伙反扑 下场也是可预见的 重磅消息就是今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8项对缅甸民主进程的支持 报请参议院通过后 拜登总统签制后就能够正式生效 这将对军方造成重大的打击 这8项议题通过后 从经济、技术、支援、武器等全面的进入实质性的进展 帮助缅甸人民推翻军人集团 以上就是今天缅甸战况的一个进展 和各方面信息的一个汇总的分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